新证据浮现 铁达尼号沉船驻鹰孔飞冰山 一场无法控制的大火 可能就是一世纪前的铁达尼号 首航就发生船难的主要原因 爱尔兰记者Sina Maloney表示 铁达尼号在1912年离开贝尔法斯特船场时 船身上大约9公尺长的乌痕 就是大火导致沉船的证据 这个乌痕可在Maloney发现的旧照片中看到 并显示主煤市中的火灾 有可能达到摄氏1000度 使船的钢制防水板在高温下弯曲 Maloney表示 这个乌痕就在铁达尼号从英国驶向纽约途中 撞上冰山的部位 它最后沉到大西洋的海底 大约1500人丧命 让铁达尼号的船难 成为航海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本周稍早时 Maloney的理论出现在英国的一部电视纪录片中 他说这艘船的业主知道火灾的事 甚至反常地将码头上的船转向 以免其他乘客看到损坏 Maloney认为 业主虽然知道有火灾 但还是未雨重视 而铁达尼号根本就不应该出航 有关致 那aid磁子 歇不见敦